10月21日消息 21日晚上,中国女排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江苏女排宣布张长宁复出参加2023-24赛季女排联赛 这也意味着张长宁大概率重返国家队,出战巴黎奥运会 27岁的张长宁是中国女排奥运冠军 2014年3月23日,18岁的张长宁入选中国女排 一年内实现三级跳,是头号黑马 2015年女排世界杯女排夺得冠军 19岁的张长宁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作为主力队员拿到世界冠军的女排主攻手 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8年女排世界杯,张长宁都作为主力夺冠 也是郎平时代中国女排进攻三叉戟朱元璋的重要一员 但是多年的职业生涯也让张长宁年纪轻轻就一身的伤病 2022年7月30日,她和江苏南岚国手吴冠西举行大婚 也让张长宁萌生了退役 虽然一直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役 但是张长宁从东京奥运会之后就没有再进行相关训练 前中国男排主教练汪家伟也透露 张长宁正在和老公吴冠西计划生育下一代 就在人们都认为张长宁已经决定退役 但出排球圈之时 10月21日,据长州市体育局消息 张长宁突然回归了江苏女排的阵容 11月4日,2023-2024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正式打响 新赛季排超联赛恢复主客场赛制 共有15支队伍参赛 而张长宁入选了江苏女排新赛季的大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 但是,就在一天之前,张长宁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剪短发的视频 并且写道,咔嚓咔嚓,从头开始吧 一旦张长宁正式回归女排联赛 那么她回归中国女排也是迟早的事情 对于蔡斌和国家队来说 主攻位置上李盈盈独目难知正需要强人增补 朱婷因为手腕伤势一直无法归队 张长宁的回归也能够帮助中国女排 在明年世界女排联赛中拿下奥运入场券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宝宝,健康打球 她没打球,都没关注中国女排 哇哇,江苏今年绝对冠军 张长宁人美球量 剪短头发,重新出发 冲击奥运,夺金生弊 就这样吧,惯惜忍忍 天哪,宝宝终于回来了,好激动 换个国家教练,巴黎站上领奖台,不是梦 还以为他要退役了呢 我的妈 又能看到我您酷酷扣球了 太棒了 终于等到张大宝回归球队了 期待明年世界最豪华主攻线